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韩国奇幻悬疑篇《超能警叛》第六章的故事 上一章,宗教教主普奇瑞在给众人的洗礼中,突然遇害,所有人的记忆均被删除 善美怀疑到超能力东博的身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出现了凶案 这个新案子牵扯到善美帝童年记忆,他杀人的背后,肯定也有秘密 话不多说,开始本章,恐惧激起了善美儿时的记忆,他小时候特别害怕打雷 只要是雷雨天气,就会偷偷躲进衣柜里 每当这时,父亲就会告诉他,这是老天爷在炫耀自己会下雨的本事 妈妈在天堂,害怕的时候就念祷告辞,妈妈在天堂会保佑他 善美很优秀,在一次傲数大赛上,打败了所有参赛选手,赢得了第一名 回到家里,见爸爸不在,就在妈妈的一项前,向妈妈分享自己得到金牌的好消息 由于刚刚回到家,善美此时也困了 小时候的善美抱着全家福的照片入睡 此时,外面下起了雨,睡了一会儿,就被外面的雷声以及嘈杂的声音吵醒 他想要打开衣柜门看看外面什么情况 但是却听到了不太对劲的声音 这让小小的善美产生了警觉,他透过衣柜门的钥匙孔,发现了,让自己此时无比难忘的一幕 自己的爸爸被坏人绑在椅子上,用刀残忍地捅 看着爸爸鲜血直流,他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因为他怕看不到凶手的样子 他获得了一个关键性的线索 凶手的耳朵根部有一个印记 这么血腥的场面,善美默默地念着祈祷词 祈祷化作天使的妈妈能保护自己 凶手杀爸爸的样子,就跟善美此时面前的两具石膏像一模一样 与此同时,东博也来了 此时惊魂未定的善美见到东博 情绪明显缓和了很多 警察的疑心又出现了 东博还是遭到了善美的怀疑 善美不知道东博为何来得如此之快 东博向善美解释道,是担心善美才来的 上次在真理天空殿堂与大主教普其瑞的冲突中 善美因为制止,和她有身体接触 这让她读取了部分残缺的记忆 但她并不懂那个奇怪的形状是什么东西 直到刚才上车时 看到车把手旁边的钥匙孔 再结合从南博士那里获取的记忆 这才搞清楚 善美就是当年的金松美 那个亲眼目睹父亲被杀的小女孩金松美 然而,善美对于她的说辞依旧非常的警惕 认为东博跳跃性太强 东博说这个神秘杀人犯非常的嚣张 认为这起案件,就是一封挑战书 神秘杀人犯把宣战书同时对准了善美和东博 之所以对准善美 是因为杀人犯气爽了善美儿时的记忆 将当年的犯罪场景再次还原 但是善美不能理解 为什么挑战书还波及到了东博 但此时的东博并不想说明理由 善美再三要求 同时以扣动扳机 逼迫东博说出原由 东博迫于无奈 说自己不记得小时候的记忆 但只有一段 就是一个女人将要死的模样 东博断定那个女人就是自己妈妈 杀人犯利用了东博的这个唯一的记忆 对东博进行吵信 所以才说杀人犯同时向他俩发起了挑战 善美勉强相信了东博的说辞 此时 搭档和班长也来到了别墅 广搜对负责支援的警察也紧随其后 众人看到石膏中的尸体震惊不已 鉴定科的人也随即赶来进行取证 善美和东博对现场进行了猜测性的还原 觉得现场之前有过厮杀的痕迹 估摸这是凶手的诡计 威胁两人只能有一人活着离开 从而让两人开始厮杀 但最终都没逃脱凶手的魔掌 同时对于这个凶手 他们一直觉得非常的厉害 有可能就是他和东博身边的人 俩人在天台上私聊 善美要求共享信息 同时也希望东博对于两人的事情保密 善美在东博回到自己家中 虽说对他有所放松 但仍表示东博依旧是犯罪嫌疑人 东博一进善美的房间 就被善美整理在墙上的20年的案件震惊了 6年前 17岁的善美完成了犯罪心理学的全部课程 同时考上了国内最好的警察学院 他请求负责他爸案子的警察重新调查 却被无情地践踏了 这让善美非常生气 他当着警察的面 说自己一定会亲手抓住凶手 后来 善美又去找了赵承东记者 给他看了自己的犯罪册写 但赵承东却表示 善美的爸爸就是个恶魔 他怎么会去帮助一个恶魔呢 于是便拒绝了善美 善美通过分析 认定这是一起连环凶杀案 但案件仍有无法解开的谜团 比如凶手借着尸体留下信息 是为了炫耀还是为了玩游戏 此时 搜查队得知了两名受害人的信息 6年前 孤儿院一名女童被两个中学生害死 因为是13岁 是未成年人 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最终聊天记录还被发了出来 还写到被害人一下子就死了 没有一点刺激感 由于舆论的指向 想要对此案进行重审 但是在韩国 有一事不在理的原则 就是对于已有判决的案件不在审理 所以这个案件便耽搁了下来 善美对整个案情 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 当年独家报道他爸的新闻人赵成东 有绝对的嫌疑 因为赵成东每次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 就像提前预知的一样 当年 他父亲被执行完后 他曾试图打电话求救 但电话一直不通 走出屋外 发现了赵成东 他居然比警察的速度还快 长大后的善美去警局请求帮助 杀害他父亲的执行者 耳后有一道跟赵成东一样的伤疤 但赵成东却又不在场证明 而耳朵后面的伤 是在部队的时候弄的 所以被警方认定为无嫌疑 善美继续跟东伯分析着 凶手是用一种恶魔的方式 惩罚那些该死却没有死的人 善美将这种人叫做刑刑者 并讲述了自己这些年来追凶的点点滴滴 东伯问善美放弃了没有 善美说 这些年他似乎总能找到突破口 但每次都是到了关键点失败 最终又回到了原点 东伯大胆猜测 会不会是超能力犯罪 因为执行者似乎总是很在意杀人的方式 如果不是超能力犯罪 那么这个人一定有超级强大的情报能力 很有可能是个警察 二十年前的执行者突然消失 现在为什么又重新出现呢 善美给东伯看了一个视频 调查组在阎华兰家里取证的视频 他们发现有一辆媒体的车在视频中出现 跟以前一样 比警察先一步赶到现场 两人以这辆车为线索 来到了江记者所在的报社 报社的负责人对于两人的质问 没有做出正面回答 只是说情报来源于匿名举报 善美见询问无果 便开始大胆猜测 是报社公司内部高层人员的举报 有很大可能是从最高层社长办公室传来的消息 负责人哑口无言 说明这个猜测是正确的 两人前往社长办公室 善美一眼就看见耳朵根部的疤痕 愣了一下 知道这人就是赵成东 东伯伸出手 想要与赵成东握手 看看这个老狐狸能否上当 可惜 却被赵成东笑着婉拒了 赵成东友好的请他们入座 东伯开门见山 直接询问情报从何而来 赵成东表示 这个是机密 善美怀疑是从凶手那里收到的举报 而且不止一次 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从很多年前就开始了 赵成东予以否认 善美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得肮脏不堪 不是因为世界本就肮脏 而是因为媒体才变得肮脏 回去的路上 东伯委托班长查找相关资料 但能查到的东西并不多 只有部分公文信息 以及一个特殊部门的存在 而这个特殊部门的负责人 竟然是李次长 东伯和善美回到家里 又把矛头指向了李次长 以李次长的能力和地位 可以调动警方的情报网 消息很可能就是他透露给赵成东的 但这只是怀疑 没有证据 东伯想在善美的记忆里 寻找破案的关键点 善美有所抗拒 经过东伯的一系列引导 这才接受了探知记忆的提议 东伯开始发工 在善美的记忆中 东伯看清了执行者的侧脸 原来是戴着人皮面具 难怪当年的目击证人 看到的罪犯形象都不一样 这似乎是一个关键突破口 只要从当时的特效化妆师 开始入手 一定能找到神秘的凶手 虽然很费时间 但却是目前唯一的方向 善美突然产生疑问 为什么执行者每次都要爆料给赵成东 如果是为了炫耀 可以爆料给其他媒体 不一定非得爆料给一个人 他们似乎抓住了重点 东伯再次对善美进行记忆探知 果然 除了赵成东外 还有一个人逼警方陷到现场 这个人就是摄影师陈才奎 与赵成东有过多次合作 也曾以特修化妆师的身份 参与过四次电影拍摄 而且陈才奎的住址距离别墅案发现场 只有20分钟的路程 既然线索指向了陈才奎 那就去获会他 超能警探第六集的故事到底就结束了 下一章 善美说现在所有的证据 都将连环杀人的嫌疑指向了他 要陈才奎接受东伯的记忆扫描 陈才奎拒绝了 因为他认为艰难的路才有意义 看他如此淡定的感觉 就知道事情不简单 不用超能力 他们能破案吗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